哈喽大家 欢迎回来MTV 那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讲 跟着我一起去破解我自己的X50 OK那第一步骤你们需要准备的东西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 就上一次我给你们那个website对不对 然后你们登录那个website之后 就跟着我这个步骤去做 如果你们是Version1的 就完全不需要跟着我这个步骤去破解啦 你们就跟我上一次我那个影片 你把那个安装吧放进去你的那个PenDrive之后 插进你的车 跟着他的那个网站的步骤去做 你就可以去安装自己的东西啦 如果你不是Version1的话 你才跟着我这一步的动作去做啦 因为我的本版本就是0581这个版本 就是需要去破解的 如果你们不是V1的话 就跟着我下面这个步骤一起做 OK如果你们通过我那天给你们的网页 你们点击这个Sion1989之后你会进来它这个profile 这个profile这边有四个网页啦 OK 这一个就是今天我要讲解的 这一个 所谓的要去破解 你的X50所需要的一个 安装帽全部在这个网页 那如果你们是直接安装软件的话 这两个 就可以的啦 这一个跟这个 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 这个是for你新款的 这个 你的 Systems新款的话 Atlas就用这个安装吧 旧款的System就用这个GQ的 OK 这两个怎么区分 就跟上一次我给你们看的那个表格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有两个区分就是Standard Executive 还有Premium跟Fresh啦 以我来讲的话Premium 这一个GQ 这个版本0379就是旧版的 OK Atlas的话 这一个0581就是我现在这个版本我是新版的 这个是旧的新版 所以我也是要破解的 或者是你讲你装到V2了也要破解 或者是最近新版本644年也要破解 OK 如果你是Standard Executive这两个版本的话 你们就看一下GQ 这个是旧版的0380 旧版的System 新版的System的Atlas 你的这一个0582也是旧的啦其实 然后你这个Atlas的0618的V2 这个也是需要破解的 OK 不破解的只有右手边这一个 V1的 你就不需要去破解 OK明白吗 OK那我今天呢就不去做讲解 for这个你们要直接安装的话 这两个版本了 这样我们做的就是这一个 要破解的这个网站 按进去 OK你就会来这个网页 你们要破解你们的S50直接去到Atlas 的这个V1 就是6171 或是6181 OK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之前 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就是 一个PenDrive 还有你的电脑 你跟着我这个步道去做就对了 你们Standard Executive的话 去登录这一个网 如果你是Premium跟Flagship 你们去登录这一个网 OK明白吗 登录这个网口后 你们去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你们获得 这样子的一个文件夹 这一个zip网 你把它直接的拖到你的PenDrive 上面去放着 OK你的PenDrive 要跟上一次我讲解的一样 就是 你要format调写 你要under FAT32 然后你的目录不可以用任何东西 你就把这个网 拖进去放就好 OK 这个只是让你的车的system直接flash到0617 的version1啦 如果你们是Standard Executive的话 就是会flash到0618 OK 这个你们拉过去放这就好了 然后因为我要直接的就flash过去617之后我要去做一个安装我的全部软件嘛 所以我找到这个Atlas 因为我目前是Atlas嘛我就按Atlas 然后你来到下面这个有一个 诶是哪里啊 OK这里这个 这个drive这边 按进去 然后你就把他的这个安装包 导入下来 他的安装包名字是叫 这个Atlas 617 618 install的 OK这个你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安装包然后你必须要解压缩 够那天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啦 解压缩之后你就拿到这两个发 这两个发你就直接的放进去刚刚你pandrive那个地方就好 这样子你的pandrive就出现这一个发 APP 还有这个B 然后832 这些字 这两个发 再加上zip发的 所以你们的那个pandrive 会有出现三个发 这个发还有这两个发 OK 总共三个发 那准备妥当之后你的目录就会长这个样子 这三个发在你的pandrive里面 准备好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的pandrive拔出来 放进你的车了 接下来我们去看下车的步骤 OK那我们现在回到车上 我们把pandrive插进去之后 然后你去这个setting的界面 然后在vehicle 然后我们按system 这边就会有一个about对吗 我们点下去 For flagship跟premium user 我们按这个setting 按99 OK跳这个键盘出来 我们打一个engineering code OK 那个engineering code呢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那边 你们找一下 这边我就不如key出来给你们看了 OK当你们key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界面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去到这个第1个soc升级啦 OK如果你有没有安装正确的话 那个包裹有放在你的这个usb的那个目录那边 这样子这个usb升级就可以按了啦 我们按下去 OK 我们确定要使用这个 zipfarm吗 我们按确定 我现在版本是这个 下载中 OK 我从581变成617 你看啊 给他升级一下哦 OK最后的10%他终于要好了 这过程不会到太久哦 等待他 检验一下哦 OK你看吗 他会讲 请问要启动啊 那我们启动升级吧 给画面就会黑屏哦 我们等待 OK他又亮起来了 这样子我们等待一下哦 有一个Android的这个小Icon 他在跑这system update啦 OK他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要装好了 给他消失了 Proton OK我相信应该是 成功安装了617版本 OK 这边出现一个Android is upgrading 你等待一下 OK 他 upgrade成功了 那他就写着 Android is upgrading OK 进入 页面之后 我们要确认一件事情哦 就是讲我们去setting 哎 他跳在这边没有关系 Arm vehicle 然后按system 看一下我们的版本是多少about OK 成功了617版本 这样子呢如果那个Pandroid里面你还安装了一个 就是可以自动安装那个 全部Apps的脚本 我一样继续等待一下他就自动把我们安装这个脚本了 OK 这是因为他的脚本在帮我跑着 帮我安装一些软件了 他就自动的会去更新 OK现在的过程呢就是他现在在帮我安装一些其他的软件了 这样子这个就是他脚本在跑着的 所以大致上都没有问题 OK那经过一段时间呢他终于安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menu到底是增加了Apps吗 OK 这边大致上是一样的 OK大家看一下哦 他增加了 这些的YouTube Music Maps Spotify Android Auto Autokit 然后 这个New part应该是看 影片的吧 Waze 然后一些 其他的Apps 这样子 整个过程就大概是这样哦 他所谓的安装软件 就到此为止 OK那Google Map呢也是可以用的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function OK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自己 破解X50 的这个player的整个内容 那也当做这个影片是给你们一个教学 如何去破解自己的X50 H70跟90 H70跟90我就不太懂这个部分要讲的去做破解 看到一个网友问我Artiva怎么去破解 我又找了一段时间了 我是 找不到 不好意思 是找不到任何的这个相关的内容资讯 这样子 这样子你们只可以去问一些外面的车厂啦 问一下他们怎么去做一个破解的动作 我是发现到其他车厂也做这个破解的东西的 所以你们去 上网找一下 应该也是找得到的 Shopee也是找得到很多 我发现 然后呢 通过这一次的破解动作 你们也看到我其实我可以利用一些 Waze啊 Google map啊这些都可以使用了 Spotify我也可以使用了 这额外的插件 还有一些其他的Apps 你们也可以自己自行安装的 他的在这个website那边 他有教你如何去安装这些 软件以外的软件 你要装换也是可以的 可以你们可以去try一下 不一定每一个都可以去 方圣的啦 不过就等你们自己去try一下 然后目前我用了一个两三天左右 So far这个players 你出现过什么 Hangji啊 Lag的状态啦 所以 你们可以安心的去做的 但是 我也不保证你们可以成功啦 如果跟着我这个以上的步骤去做的话 我是觉得So far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我的步骤都是跟着这个网页的教学 然后我去 跟着去实行的 一步一步去做的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的话把我按赞订阅 那我们在部影片下见 拜拜